接下来呢我们稍微针对行星来做介绍 来八大行星 我们现在其实最早已经有几种区分方法 一种就是以距离来分 然后以地球为主 地球以内的叫做内行星 地球以外的叫外行星 但是呢后来这样的分类有人觉得不是那么好 因为只是用这样的距离分类之后 那还有什么特性呢 没有什么特性 所以就大概 这个后来就比较没有人在用 但现在以性质来分 八大行星里面就分成两群 四个一群 前面四颗水晶地火 都是可以踩得到地的 而且呢这四颗以地球最大颗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分类叫做内地行星 类似地球一样的行星 是可以踩得到地的 可是这个踩得到地的 你以为你现在踩得到地 觉得应该在宇宙当中是最多的吗 没有 踩得到地的反而在宇宙当中是非常稀有的 那反而后面的四颗是踩不到地的 气体行星 木土天海都是气体行星 你想在他表面降落呢 没办法 一降的话就降到他的核心里面去了 他最核心的地方了 所以这四颗里面又以木星为最大颗 所以就把它称作类似木星的行星 叫类似行星 OK 而且他们这这样的分类之后 发掘同一个群组真的是有很多非常类似的地方 像类地行星都是颜值行星都是踩得到地的 颜值行星 然后类木行星他除了是气体行星之外 我们到时候介绍他你就会慢慢知道说 其实他还有很多特征 这以后再慢慢跟各位讲 然后另外这八大行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他的公转 八大行星的公转 我们从北极星的方向看下来之后 会发觉他全部都是逆时针着 绕着太阳转 但是自转就有点差别了 自转的金星跟天王星就有差别了 这两个居然很奇怪 金星从北极星往下看 金星居然是顺时针转的 天王星是躺着转的 他是这样躺着横着这样转 OK 其他的都是逆时针转 自转都是逆时针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科学家只要遇到这种很奇怪的问题 他当然会去追求可能的推测 可能的答案是什么 主要就是在地球 太阳系刚形成的初期 原本都是一大堆的云气 然后开始中间有重力场之后呢 你就可以想象嘛 大海当中突然有了 有一个洞 然后干嘛 漩涡 漩涡就会产生出来 就所有的东西会尽量往中间流 可是呢 他不会是一下子就直接往中间 因为有些在洞的情况之下 又要往中间流 他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形式 这样慢慢渲进去 OK 所以呢 今天 我们的 因为就是中间 太阳的重力场 有了之后 本来的云气就开始收缩 中间就缩缩成一颗太阳 而其他的地方云气 越外围的就会飘得比较慢 那其他的地方 如果又突然有一个小小的重力场进去了 他也会开始收缩 收缩成一颗一颗的行星 OK 就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太阳系 你就会从本来所有的云气都是逆时针的 以至于行星一颗一颗的 他也会习惯就变成逆时针的收缩 所以应该大多数都是逆时针在自转 那为什么金星跟天王星 他为什么会 一个是顺时针 一个是倒过来的 这样子在转 为什么呢 科学家推测 在这几颗行星形成的初期 太阳系被某些外来质量比较大的天体 撞击 但是撞 天文上所谓的撞击未必是真的撞到 有可能只是扫过去 扫过去他的重力场就会干扰 以至于这些星体就开始翻滚 你不要讲别的 我们的地球也是一样 我们地球会倾斜23.5度的倾角 所以有可能本来是应该是没有倾角的 结果被重力场比较大的一些外来的天体 扫过之后 他被干扰了 所以 那个自转轴倾斜了 只是金星跟天王星倾斜的比较夸张 一个直接倾斜了180度 一个倾斜了90度 才会导致现在目前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水星 好 各位有机会把英文把它背下 水星叫mercury mercury mercury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某一个神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讲 我们八大行星的秘名 除了地球之外 八大行星的秘名 几乎都是罗马神话的名字 而且是罗马神话神的名字 但是希腊神话的名字 也有 唯独有一颗是希腊神话的名字 我们之后再跟各位介绍 其他都是罗马神话 来 第一个水星mercury mercury呢 那个什么 那个在希腊神话 有没有人知道mercury在希腊神话 是哪一个神 来 这个答对也有加分 好 来 猜猜看 mercury是罗马神话的神的名字 那希腊神话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人要猜猜看 我看现场有没有人猜到 有没有人猜到 来 有人要打 后面 哈 哈 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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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ury是什么呢 在罗马神话里面是 专门给各神送讯息或送信的 因为它跑得很快 他也不辜负这个名字 水星 它因为是绕太阳 最近的那颗行星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 真的是比较快 比较快 然后呢 来它距离太阳0.39 AU 好我说过我要问各位的 请问AU谁要讲一下 AU它的定义是什么 大概一句话可能10个字左右 但是有些关键字必须要讲到 现场有没有人要回答的 然后线上我看一下 有没有人答对的 什么叫AU 我要说它的定义 不是说它的值是多少 来后面这边先 那定义是什么 它这个是单位而已 你只讲单位 我先这边 好答对了 线上 线上 我还没那个可能 那个现场同学讲的答案 线上还没有 好OK 范同学跟方同学都讲对了 地球到雨 也就是地球绕太阳的平均距离 OK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我不是问单位 不是问那个什么 问它多少 它的数值是多少 我说它的定义 所以之前都有跟各位讲过 我要问这个东西 所以当然刚才有人讲出来了 AU就是1亿5000万公里 平均是1亿5000万公里 但是这个数值其实1亿4000万多 多多多多 我们还是稍微整数化 1亿5000万公里 所以像水星距离太阳是0.39AU 你就可以大致乘 弄0.4距离乘好了 0.4乘以1亿5000万 就大概是6000公里 OK 然后呢 你想说 水星靠近距离太阳最近 所以它是最热的 错 八大行星里面最热的天体 不是水星 而是金星 为什么 待会再来讲 来 所以 它从最高温是427度 最低温负173度 哇 它不是很靠近太阳吗 为什么还会有到零下173度呢 为什么呢 因为 它在太阳的背面 就很冷 为什么 整颗都这么靠近太阳 难道不会被晒到 整个都很发烫吗 没有 第一个重点是 它没有大气层的保护 所以热气很容易散溢掉 没有被太阳照射的那一方 它温度就很容易散溢掉 然后就降到很低 难道这个星球不会转吗 会 星球会转 但是很特别的是 来看一下 我们下面的 你可以仔细看 公转88天 自转58天 自转一圈是 就是 公转太阳一圈 要花地球的天数88天 它就会公转太阳一圈 我们地球公转太阳一圈是365.22天 水星公转太阳是88天 还算快 自转58天 转得很慢 我们地球自转一圈 大概是一天 水星自转一圈就要58天 很慢 但是它最特别的是 仔细看一下 太阳日 176天 水星的一天 什么意思啊 来 我跟各位讲 什么叫太阳日 像我们地球的太阳日就是 我们中午太阳在我们的正头顶 下一次太阳在我们的正头顶 那就是一个太阳日 所以我们地球的一个太阳日是几天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整天 24小时 可是水星很特别哦 今天太阳在我的正头顶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住在水星上 今天太阳在我的正头顶 到下一次到我的正头顶的时间 地球要过176天 才是这样一个整天 等一下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公转88天不是算一年吗 太阳同样出现在我的正头顶 时间到176天 代表你在水星过一天 已经在水星过了两年 哎怎么有这回事啊 来 我要 我直接用画图的给各位看 因为这有点难解释 所以我要画图给各位看 然后线上的我先转成 我的镜头 好 现在现场 当然 等一下我要把 把画面先起掉一下 不然会反光 虽然还有电灯的反光会有点严重 来我要画给各位看 我要画到一个 那个线上同学可以看到的位置 太阳在中间 好 然后现在呢 我画给各位看 假设现在这边是水星 我虽然画的星球很大 虽然星球画的很大 来 但是我这个画 这边一个人 假设站在这个星球上 现在太阳在他的正头顶 然后你看 我做一个模拟给各位看 我可以让他 绕太阳两圈之后 那个太阳才会经过人的头顶 第二次 看 现在 你可以我稍微用板插 放在这个 这样子 板插的那个什么 插的那个 插的那个 插的地方 是朝上的 就代表人站在草坪上的感觉 你可以这样想 然后他自己自转的同时 他也要公转 我们先给各位看 我让他大概每公转三分之一的时候 自转半圈 所以你看 我先把三个点先画出来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那你看 现在 草坪在上面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慢慢转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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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这里 变草坪超像 也就是 人变成这样子短方向 所以请问一下 从刚才这里到这里 太陽有經過頭的上空 從這裡開始轉的時候 太陽離開人的頭的上空走 接下來有少過人的頭的上空嗎 沒有吧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一樣再繼續 現在草坪在底下 然後再繼續開始慢慢轉 轉到每1 3 自轉會半圈 每公轉1 3 自轉半圈 所以到這個地方人就變得到這裡來了 我再畫一次 請各位仔細看一下 草坪有沒有面向太陽過 你看喔 這樣子轉 草坪有面向太陽嗎 沒有對不對 接下來再來 再往下慢慢轉 一樣好幫我注意草坪的方向 轉到這之後 這樣已經繞太陽一圈 等於說已經公轉一圈 那對不起 我的鏡頭可能會 大家看不到那個人 現在人朝下了 好 接下來這已經公轉一圈了 接下來再繼續 再公轉 公轉到這裡 變成又朝上 這邊朝上 這邊朝上 各位剛才有沒有發現草坪 有被太陽掃過嗎 我再做一次喔 本來在這 然後慢慢這樣子過來 過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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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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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頭是朝下的 所以你看到目前 太陽有沒有少過草坪的上方 也沒有嗎 好最後 再過來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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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轉到這裡的時候 現在人 就變成在上方了 是不是 這時候 公轉太陽兩圈 自己真的 頭上的太陽才經過 從上一次離開過之後 現在才回到整的正上方 這才叫做它的一天 但是已經過了 繞了太陽兩圈 兩年了 所以很特別 在水星上面的生活 是活一天算過了兩年 很特別 好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好 那 另外呢 它的半徑是 當然我們都知道 它是現在八大行徑裡面 最小顆的 最小顆的 欸 畫面還沒出來 這對不起 投影機 現場的同學投影機比較慢一點 到現在還慢慢會亮 慢慢亮起來 但是現場的同學 那個線上同學還可以看到字 我就順便講 它的半徑是八大行徑裡面最小的 半徑是2440公里 而且呢 目前沒有大汽車 不過我先跟各位講 科學家一直好奇的一件事情 它這麼小顆 按理說 它的內部 應該已經都冷卻 變成固態狀 但是呢 太那個天那個什麼 那個 它發射的衛星 飛到水星上頭之後 居然還可以測到水星還有磁場 欸 地球的磁場是怎麼來的 是因為我們地球裡面有融融的岩漿 這融融的岩漿裡面是有含鐵的 鐵的流動 就造成了磁場 OK 因為鐵有鐵離子 鐵離子有帶鎮電的 然後它在流動之後 就產生了磁場 欸這是 我問一下 來請答題 我說因為有鐵離子 在流動 就會造就磁場出來 請問它是什麼定律 我講一個 算是一個術語叫做 電動生磁 磁變生電 這是哪一個定律 有沒有人知道 現場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安培不是 不是 蛤 也不是冷次 三個字 什麼什麼什麼定律 也不是 還有人答嗎 電動生磁 磁變生電 是一個很有名的科學家的樣子 好 那個有兩位同學已經答對了 所以我們 來 那個 那個李怡芬同學有加分到 叫做法拉第定律 因為已經那個我都 剛剛有秀出來 法拉第定律 OK 只要帶那個什麼 我們有那個帶鎮電的 在流動 流動就會產生磁場 所以叫做電動生磁 所以呢 這個科學家認為 水星這麼小 應該中間已經凝固了 那怎麼還會有磁場 目前科學家一直很好奇 一直想要研究 這個水星 現在還沒有真正正確的答案出來 好來 下一個 金星 Venus Venus是誰 維納斯 對不對 好 那我要再問了 請問他的希臘神話的名字叫什麼 維納斯的希臘神話的名字叫什麼 好來 不錯喔 我看線上有沒有人答對 有人要回答 線上的同學 謝謝 好 那個 有人 有一個人 有方同學回答了 好 那就子佳 方同學了 艾弗羅代帝或阿弗羅代帝都可以 好 OK 好 維納斯 你不要想說我們熟知的名字 熟知的名字都是 都是那個 羅馬星座的 羅馬的那個名字 不是喔 我們後面會慢慢看到 來金星 那個在希臘神話叫艾弗羅代帝或阿弗羅代帝 在羅馬神話叫做維納斯 他呢 他就是溫度是最高的 八大行星當中溫度最高的 平均喔 你不要說管白天晚上 都一樣 溫度高達平均453度 為什麼會那麼高 重點就是 它有濃厚的大氣層 而且大概90% 都是二氧化碳的成分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常常會說 哎呀那個什麼地球的二氧化碳 這麼嚴重是造成地球暖化的 最最主要的元凶 剛才我有跟各位講 其實最主要的元凶是太陽 可是你總不能說 你就太陽不要給我出現 哎如果太陽真的沒出現 你地球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不會說太陽 但是下一個最重要 要造成地球暖化的元凶是誰 你也不能指責他 誰啊 水蒸氣 哎我們地球要水啊 啊又太陽蒸發以後 不就產生水蒸氣了 你能夠說不要水蒸氣嗎 不行 所以我們只好再往下 下一個最嚴重的是誰 二氧化碳 才會說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 可是呢 來這個地方我又要再講了 為什麼二氧化碳要被稱為叫做溫室氣體啊 又要來做解釋了 溫室我們都知道 什麼叫溫室就是 我們要培養一些植物啊 但是有時候在冬天的時候太冷啊 溫室的話可以讓這個房間裡面 就溫度比較保持一定的溫度不會太冷 OK 所以一般來講溫室常常會建了一個 透明的玻璃屋 通常是建透明的玻璃屋 為什麼 好 第一個那個什麼太陽 我先問一下太陽它會發生 它會發光發熱嗎 請問它用什麼的方式把熱傳到地球上 熱從太陽的表面離開之後 它用什麼方式傳導到地球上 這應該一個很好的很很簡單的回答問題 有誰要回答 太陽是用什麼方式把熱傳到地球上 答對了 OK 線上有沒有人回答到 好 OK好 方同學李同學都真的很認真都有在那個 重點就是輻射 好 因為為什麼 宇宙之間是真空的 我怎麼寫成 宇宙之間是真空的 根本就沒有介質可以傳導啊 所以今天太陽是可以輻射 把熱帶到地球上 好 之後呢太陽也會 那個太陽光也會透過玻璃屋 照射到這個溫室裡面 那很多植物啊 或者是 甚至那個什麼 桌子啊 你放在裡面的桌子啊 或者是工具啊 也會被太陽曬的熱熱的 但是 所有的東西不可能永遠一直吸熱啊 OK 就算你人走進去 你在那邊呆呆 喔 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難道人就會 溫度升高到不行 然後 就燒掉嗎 因為一直加熱啊 所以人也會放熱 植物也會放熱 非生命體也會放熱 我請問各位 本來太陽用俗射的方式 把熱帶到我們 一些人身上 或者是植物的身上 當我們吸熱之後 我們會轉化成另外一種什麼 什麼樣的光 出去 有人要回答嗎 我們人吸熱之後 我們會 轉化另外一種能量出去 那主要是什麼光 有人知道嗎 我看現場 已經有一位同學已經打對了 誰要來 現場有沒有人要回答 我們人一旦被照射之後 我們會轉化成一個東西 那個把熱傳出去 沒有人要回答嗎 那我就給各位看線上同學的回答 有沒有人要回答 來 X射線 那大家就完蛋了 我被太陽曬一曬 你走到我旁邊 你會被X光照射到 紫外光 那紫外光也很危險 紫外線也是一樣 我走到各位身邊就可以殺菌 你們就會被殺菌了 如果我在外面太陽曬一曬之後 我走到各位身邊 現在各位就不用擔心 擔心那個新冠肺炎 你們就會被我的紫外光殺菌 反圍中 反圍中 不是 紅外線 OK 怎麼會想到 你看有人說電磁浮射也都不對 范同學跟李同學答對 就是紅外線 我們怎麼可能人吸一吸之後 那個被太陽光照射之後 然後就會發射紫外線出去了 那我現在不是那個新冠肺炎 不是有時候都可以用紫外線去殺菌嗎 那到時候大家 那我去外面曬一曬太陽 我可以走在各位之間嗎 走在之間各位不用擔心那個 不是啊 紅外線 各位都知道嗎 我們在打仗 那個什麼 各位現在沒有經歷打仗的時候 但是各位都知道 有時候打仗不是會戴一個 紅外線的眼鏡 在晚上夜間出席的時候 開飛機的人 他可以看到那陸地上 如果看到有那種紅的光在動 那就是可能是人發出來的 或者是建築物 他太陽那個白天曬了之後 他一樣會放出紫那個紅外線出來 他就可以看得到 不用可見光 我們用紅外線去偵測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人測試是什麼呢 有機會 我們先講一個平常的 各位去出入境 這個機場的時候 你們入境某一個國家機場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你要經過一個地方 有一個攝影機在照你 也不要講別的 最近 很多人常常要出入某些場所要測溫度 你不覺得說有些人 尤其是像你到醫院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人坐在一個電腦前面 你經過他你可以稍微看到他的螢幕是什麼 他螢幕就是在照射人 他在偵測什麼東西 偵測紅外線 當然如果你的溫度很高的時候 你那個什麼人的那個 紅的那個那個亮度會非常的亮 但是我們眼睛看不到 紅外線是眼睛看不到的 他是透過儀器偵測之後把它顯現出來 OK 所以 教各位一個小經驗 如果以後你們出入境 那入境的時候 糟糕我有點發燒 可是到時候入境又被攔下來怎麼辦 教各位一個技巧 你可以拿一個透明的 看是透明的塑膠片 或者是玻璃片 都可以綁綁紅外線 你就把它透明的玻璃 或者透明的那個什麼 拿在 你就 你就拿在你的臉前面 然後走過去 但是先跟各位講 你還是會被攔下來 為什麼 你拿著透明的這個在這 大家看你的臉是正常的 但是看到機器 會變成什麼 機器你的臉上面 會是一個矩形的黑色的東西 因為你的光透不過去 以至於那個紅外線偵測的儀器 會偵測不到 所以 你那個形狀是矩形的 你就是一個矩形的 上面是 頸部以上是一個矩形的黑黑的 OK 有興趣可以玩玩看 這紅外線偵測的是蠻有趣的 所以來 對不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我要呈現的是這個 所以呢 它紅外線 反射就是說 到時候所有的那個生物或非生物 漆了太陽熱之後 就會以紅外線的方式反射出去 可是出去之後 紅外線最差的 我剛才忘了先講 而且先講了那個什麼 那個偵測儀器的 紅外線發射出來 紅外線最弱的是 它無法穿透玻璃 也無法穿透透透明的塑膠 所以紅外線就在這中間 裡面打來打去 所以整個的那個什麼 整個的那個什麼 那個房子裡面 為什麼會溫暖 就是因為 這個太陽的輻射進來之後 但是我們人轉成了紅外線發射出去之後 卻穿不透玻璃 可以嗎 欸 結果剛才大家都打不出來 你們沒有把Moodle的題目拿出來看 Moodle裡面我就有這一題啊 你們 如果你們有看到這一題 上面的四個答案 你們就從這四個答案選一個就好 都沒有人答對啊 答案 OK 好 有啦有啦 那個線上有兩位同學答對了 現場其實也有 後來有一位同學答對了 好我們再繼續 好 所以呢 這邊 這邊等一下 抱歉 所以 那等一下 那個現場的人 現在暫時看不到畫面 因為這個投影機又要再開 花一點時間 那我現在先口頭說一下 所以呢 這個 為什麼金星現在是八大行星裡面溫度最高的 而且不分昼夜 它的平均溫度就是450多度 因為 因為 就算不被太陽照射的那一面 一樣還是被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給保護著 所以八大行星裡面溫度最高的是火星 不是是金星 然後呢 後來再來看喔 它的大氣壓力是地球的90倍 90倍 多大呀 相當於 我上次有跟各位提過了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曾經在某一堂課有稍微提過喔 我們如果有潜水的話 大概潜多深會增加一大氣壓 有沒有人還記得 10什麼 OK答對了 不錯喔 我們每下潜10公尺會外圍會增加一大氣壓 所以你想想看 地球的90倍 已經升到900公尺的海底了 900公尺深的地方 你才會感受到外圍 是現在的大氣壓力90倍 壓力很大 所以如果你在潜更深 然後那個外界壓力 像你說潛水艇喔 有時候潛水艇不能潛到太深 太深的話會被大那個那個水壓壓 壓扁 所以這個大氣壓力是地球的90倍 哇很很很深耶 很重耶 所以你知道嗎 之前最早發射太空船到金星上面的是誰 俄羅斯 他們發射上去之後呢 進入大氣層之後 沒多久這個衛星就失去消息 為什麼呢 其實有兩個可能的因素 一個是 它的雲層中 有帶有會腐蝕的硫酸D 這是一個 但是也因為有這個硫酸D 所以它反射太陽光非常的強烈 所以我們看到的八大那個八大行星當中 我們若也能夠看到最亮的那個行星 就是金星了 因為它可以反射的 它可以反射的那個太陽光的情況 非常比較強烈 然後另外它也有可能 剛才我說俄羅斯的太空船 它也有可能下去之後 承受不了那個大氣壓力 而被壓扁 OK 那另外呢 它公轉224天 自轉243天 唯一比較特別的是 自轉跟公轉的方向是相反的 然後直徑距離地球很遠 地球的直徑大概是1萬2千多公里 1萬2千多公里 它稍微小一點 它也有大概1萬出頭 但是還沒有到達地球的1萬2千公里 所以它曾經有可能認為 它跟地球算是姐妹行星 也可能應該要可以演化成生物的 誰知道它現在本來一直往 地獄的方向演化進去 變成一個 一個酷熱的一個星球 因為本來它的 它的大小是跟地球差不多的 大家都認為說 它應該也是應該 會成為行星的 成為一個有生命的行星 為什麼現在變成一個像煉獄一樣 OK 主要就是大氣成分 它大氣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碳太多了 溫室效應很嚴重 然後呢 在中國古代 我們有曾經有跟各位講過一個什麼 那個叫做東大巨還是西大巨還記得嗎 因為金星跟水星都是地球的內行星 所以我們想要看到金星或水星最好的時機就是 它我們看過去的方向 它距離太陽 它距離太陽 感覺那個角度越大越好 到最大的時候就叫做大巨 大巨 那有叫東大巨跟西大巨 我們在第一節課有講到這個東西 第一節課有些同學沒有在場 我們是線上 我們是線上 有些人沒有上線 東大巨跟西大巨 那 別忘記了 什麼時候可以在凌晨 太陽 還沒升上來前的東方天空可以看到金星或水星 那叫做西大巨 西大巨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在東方的天空在太陽海明升上來之前 在天空上看到水星或金星 這叫西大巨 而東大巨是在傍晚的西方天空 東大巨是在傍晚的西方天空 太陽已經下去了 你還可以看到水星或金星 這叫做他們在 就是水星或金星在 東大巨的時候 在傍晚的西方天空 有點饒舌 而且是有點相反的 各位要記住 OK 這是金星的部分 好 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好的 加油 好